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骑士到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一间773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Hespo推出的龙莲纪念款 龙莲纪念款 传说中12年出现一次的龙莲纪念款 在12年前 哎呀真的是时光人长啊 12年前的话呢 我给大家做过孩子宝的第一款生肖纪念款 它是使用的变形金刚第三级 U级的Atmos Prime 下去做改颜色 模具完全一样 只是改了一个塑胶色的 把它改成了红色 货柜变成了大红色 上面还有一个金龙的条纹 但是呢在模具上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的创新 那之后呢 12年又推出了超连结的这个系列 超连结的OP吧 还有一个是Omega 就是大力金刚 然后后面的话 再来马年呢 有一个这个应该是 Stars Green之类的 反正之后呢红年的这个金刚王二之类的 反正有出啊 你就参考一下啊 觉得好不好 那这是一款呢 使用了变形金刚第五级的一个Deluxe class的那个龙的一个远古骑士的改模啊 它本来可以变成龙的 但是在这一次的改模呢 把它变成了是 就是东方的龙的一个形态 没有了大翅膀 但是呢整个造型来讲的话呢 做了蛮有趣的修改 我必须要说 网路上初看到图的时候 我觉得说 我可这什么狗屁倒造的东西 但实际上拿到之后呢 就发现说 好像还挺好玩的 对不对 就是本来以为呢 它的这个甲咒啊什么的 应该是这个西洋骑士的啊 然后配上一个 就是有点奇怪 就有点像秦琼啊 像门神的这种头雕 但是看久了之后发现说 嗯 是我日久生情嘛 对 我就觉得好像也不赖 也就是一个 还是说我本来就喜欢这种 这种铁甲武士的感觉 它的这个腹部这一代也是做成了 如果你常常看一些 我们比较可能比较熟悉 比方说你看一些三国演义的动画 红山光辉三国志啊 或者是对不对 就你就看到这些武将的这些 这个腹部一代的造型啊 就在这里就出现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一代的造型呢 我觉得有跟这个头雕 有做一个蛮好的呼应了啊 那它所附带的武器呢 就一个 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炮竹 所以去炮竹点 组合起来 反正还有一个是 像灯笼一类 像这种过年喜庆 这种吊饰的东西 喜庆的时候会吊的这个东西 把它弄成是一把长枪之类的 配上一个重型的大盾 好吧 可能这盾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这个变形的时候呢 是可以组合在身上 也是有用处啦 这个盾牌的造型 我个人有喜欢 而且它这里做出一个 这个 这个弧形的作用是做什么呢 就是除了这个地方可以当 这个冲击的尖刺刺人之外的话呢 它也是说可以让这个 在士兵拿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有一个武器的话呢 就是靠在这里 做一个向前图刺的一个形象 那这个模具呢 本身的话呢 说好玩是有一定的变形乐趣 但是它有一个 这个地方就扣得不是很紧的 容易去爆开的一个 一个这个问题 还是有存在的 而且它的这个跨部这里 如果你把玩太过分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是容易去 容易去爆开 那本身干涉的部分呢 也是有一点 毕竟它的造型来讲是比较偏华丽啦 然后球冠很多啊 比方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上面这里 大球冠 还有这个框布这里是大球冠 这款玩具呢 容易松弛的状态呢 是百分之百是不会不会 怕死掉 一定会松的啦 就看你觉得这个造型 新改的造型 你喜不喜欢 还有你又不要 花钱买个这个什么赤红金刚 这个龙年纪念款 那反正我入是入了啦 就把它给 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头雕 这个头雕 其实看久了是蛮喜欢的 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 逃涌那种感觉啊 那久了之后 觉得好像也还行吧 那这个肩膀的大盔甲 上下可以动 手臂三度零度转动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 然后拳头的话呢 因为变形的需要 它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 所以说除了腰转 没有之外 这个武器掉了 我们干脆把它拿下来好了 啊对了 干脆给各位展示一下 这个后面还有附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你平常要让人 站在上面也是没有问题 它的一个 如果你要把 如果你要让人站在上面 就是把这个支架 这个凸 转到这一侧 它后方的话呢 刚好有一个卡扣 可以扣上去 这样一来的话 人可以站得非常的稳 这绝对没有问题 那武器的话呢 如果你不想 不想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扣在这个地方 这个扣在这里的话呢 主要是否 你在把它变形成龙的时候 这些地方 可以让你存放 这些没有用上的 道具 你可以扣在这里 好那这个 到时候会拿在龙的身上 或装在龙的身上 好吧 那大概就 讲到这吧 我们就开始 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 首先这个盾牌 我们把它拿掉 它变形很简单 而且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变形 首先的话呢 你把这个部分先稍微 两侧打开一下 那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上提 提上来 提上来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 最重要的变形就是 把这个地方拆开 拆开之后 这个部件往上提 提上去 提上去之后呢 把它做一个旋转 转到这边 转上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灰色的 灰色的图嘛 我们要把它扣进这个 橘色的 这个部件里头 就这样 两侧 夹过来 把它给扣进去 好 包覆进去 好 好了 包进去呢 包进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 手啊 这个地方自然的 先把它给伸下来 龙爪呢 不过我们最后 再做调整就可以了 然后调整这个部件 把这个里头的部件 通通都翻出来 到这里 好 主要是这个地方 要把它捏紧就行了 那前半部就更简单了 首先 把这个龙头 翻出去 这个脚掌 直接翻下去了 好 那它的一个头的话呢 是在这里 这里要做一个翻转 在这边 这块部件把它转上来 转上来 转上来 好了 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龙的形态 这个部件 往前面放下来 好 直接放下来 就可以放到底 OK 这个变形其实很妙啊 其实真的是蛮妙的 但是就是玩具 稍微有一点点松垮 就是实在是比较令人恼火 那这个脚的话呢 我记得吧 好 那最后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盾牌 这个盾牌的话呢 扣在背上 那就是把它的这个地方 记得中间这个大凸 是在中间这里 没有的扣了 前面这个方形的凸 卡在这里 那最主要结合是后面这两个 它就扣在这一带 那我要顺便嘴一下 这个感觉是像什么 就是你背了一个 背了一个壳在身上的龙 对不对 其实背了一个壳在身上的龙 这不是玄武吗 是吧 这不是龙了 对不对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扫兴啊 你瞬间从 从这个青龙变成了 变成了玄武的感觉 是不是 Anyway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对吧 对吧 是吧 这个意思 各位 好 扣上去 就就就就完成了 它的龙形态 你要说 好不好看呢 也不能说有多难看啊 但是意思就是到了 就是一条 就是一条 就是 东方的龙吧 是 那这是皇帝的龙 因为它有五个爪 对不对 你知道吧 这是龙爪的部分呢 就是皇帝才可以用五个爪子的龙 然后第一个等就四个爪 那最下等就是三个爪 对不对 好了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 以龙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后支未免过大了 那它的 站立性啊 可动性 各位应该能够看到 其实也不算差 各方面来讲都不算差 来看一下它的面雕 它其实是一个黄色透明件 去做涂装的 那它有一个 嘴巴有一个 可以喷火的一个道具 喷上去 这个部件被我碰掉了 我们把它扣上 这个为什么会碰掉呢 应该是这个 这个护甲去推到它 所以它掉了 对吧 好 这个 呃 嗯 其实我并不是很讨厌它 真的不讨厌 真的不讨厌 这个 后面这个脚掌应该是往后推一点 再过来 然后呢 它最后的这个 支架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合并 那这个也是支架也是属于它的一部分 那扣的时候是把它扣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洞 然后就是扣在这个这个图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瞄准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吧 好了 这样子就就压上去了 那压上去之后的话 就可以各位可以做一个各种的姿势上面的调整 就更加的简单一点点 更好的去做一个调整 那它的这个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它是个吊饰 然后它可以扣在龙爪的里面是有个 有个凸 它这个有点类似像是 就是这个龙的话提了一个装饰品 吉祥的装饰品 然后来跟你说新年快乐 这样子 好 你觉得怎么样 我 我没有很讨厌 说不上说多喜欢 但是我真的不讨厌 真的不讨厌这个东西 虽然说12年前的那款龙年纪那款很大很有分量 但是它只是在一个模具上面 在那个货柜上面喷上了一个 一个龙的花纹 但这一款的话是真的有对模具做了一些修改 做出了一个真的是所谓一个东方的龙 我觉得 诚意度还是有的 好吧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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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